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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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鱼大肉等高热量高油脂食物时 过多的脂肪会堆积在血管内壁 造成支持斑块 当血管结满斑块时 就会变得又硬又脆 同时还会使血管变得狭窄 当血管逐渐被毒死 那么就会导致心梗 脑梗的发生 4.吸烟 会使血液粘稠 吸烟中的有害物质多达1300多种 它不仅会导致罹患肺癌的概率增加 还会损伤血管 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非常脆弱 如果经常吸烟 那么烟草中的有不有害物质 就会破坏内皮细胞的完整性 促进红细胞聚集 让血液变得更加粘稠 5.长磁以往 还会导致血压整高 血管出现炎症等现象发生 加速动脉周样硬化的风险 同时 罹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 5.九座 会加速血栓的形成 很多上班族都是一座一整天 殊不知 长时间九座很容易造成肥胖和下肢血管栓色 建议您半小时就要起来活动一下 让下肢血液流通起来 同时每天还要进行3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 可以帮助控制体重 保护心血管 各位朋友 你是否经常做上述五件事 你还知道哪些事情对血管健康不利 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养生经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